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Gorex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那今天还是一样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像劳力士一样 值得收藏值得拥有的品牌和表款 那这些顶级的万表在市场上的价格 分分钟连一只炒爆工价的劳力士都还买不到呢 甚至还可以谈得上保值和未来的增值的潜能 那朋友们是不是听了都很心动呢 那毕竟现在要以工价买到你心爱的劳力士 背后也必须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 知道的朋友们一定知道小刚火在说什么的 对吗 那百达菲利和劳力士的很多手表都是没有名字的 那今天我们就要聊一聊百达菲利 Protect Philips这个品牌 他们只说表的偏好 那就好像百达菲利5196 5296 5396甚至5496 里面都有96不是69都有96这个数字 那么这些编号里的96代表着什么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百达菲利最经典的日门表 那说到这个96其实是百达菲利最早期的一只手表 那下图小刚就放这个百达菲利最早期这个96的设计图 那从这个设计图上我们就能看到现在百达菲利的这个样子 Protect Philips百达菲利在今天称表中之王 这个表王 但是其实百达菲利也和很多表场一样 曾经也有艰难和这个奋斗的这个历程 在上世纪这个早期 百达菲利陷入了这个经营困难 虽然百达菲利当时候手里有很多 已经发明的这种专利 受到收藏家的认可等等 但是当时候这些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 知道这个去到1932年左右 百达菲利正式被这个Stern Family 这个Stern家族 Stern家族收购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PP的经营和拥有者 Stern家族以前其实是给百达菲利做表盘的 那后来反过来就把PP了 百达菲利收了 那收购百达菲利后 他们给百达菲利起了一个重新火的表款 那这个名字就叫做96 那96是百达菲利 Cala Trava的一个编号 而且96是百达菲利历史上 第一个有编号的手表 更是Cala Trava里生产出的第一支表 今天我们看到百达菲利的徽章 那个logo 也就是Cala Trava的这个标志 那由此可见 Cala Trava系列 对百达菲利的重要程度 那说实话 小刚个人觉得 古董96的设计 比很多很多当时候的古董表都漂亮 完全是现代审美 那96的表盘只有三根正 就是三正我们说的 只显示时间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96的表盘比例非常的完美 甚至比现在很多的表来得更美 那不难看出现代的5196 这个5196 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 那当你玩了 小刚个人觉得 当你玩了很多表之后 也许留下的就是最简单 最耐看的表 那5196可说是当之无愧 那有一种回归当初的这个感觉 那96这个古董这个型号 当时候也用过极佳的这个基心 后来也改为自家的这个PP的基心 那96一直从1932年代 生产到1973年 它的生产时间是超过了40年 那说到百达菲利 一定要认识96这个型号 在百达菲利的这个官方的画册里 那小刚有放这个影片 你会看到 一开始就已经提到了96的这个历史 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 可以说是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 那在目前所有在售的这个百达菲利的表款当中 96的最直接的继承型号 就是这一款5196 那5196完全保持了百达菲利 第一代96的这个特征 那这个5196是百达菲利 血统最纯正最经典的手表 那5196 37mm 小刚手上这一款 可是上手一点都不小 在现在的时代来说的话 佩戴可以讲是完美 那小刚拿起来和自己的这个 long jean 这个long jean的 38.5mm的名将 这款Master Collection 来做比较的话 5196明显感觉更大 你可以看到影片当中 那而且戴上手 确实这个视觉感 给人感觉一点都不小 表尔到表尔做的修长 PP这一款5196 做的简直像一款 39到39.5mm这样子的感觉 那厚度更只有在8mm以下 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数据 那小刚 这个手上这一款是5196R 也就是玫瑰金的这个版本 也是目前市场上 极为热门的一款 那5196呢 小刚个人觉得 给了你最顶尖的知名品牌 简阅 超薄 轻松拥有 轻松佩戴 那高雅的精致发光 绝对值得拥有 小刚其实一直有留意 这种低门槛价位的 百大菲力表款 那其实它的价格 一直都有在攀升 那毕竟新表的价格 一直在起价 而且这个什么雷 什么螺 甚至劳力士这类型的款式 在市场的这种炒爆工价的时候 那小刚分享的这种5196 519 5116 甚至是之前分享过的5124 那这一类型的型号 就会变得很值得收藏 也很值得拥有 甚至很多人会去开始欣赏 也很多人会 就是会开始入手 所以说到5196 这个型号 其实是从2004年就开始发售 那直到现在 2022年 在网上 他们有散布一些消息 是据说会停产的 不过会停产也不出奇 那毕竟它也出了好多年 那不知道朋友们 会不会有一点不舍得 期待 百大菲力接下来的一些 今年的一些 2022年的一些发布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